大家好 我是陈寗 今天呢 我们又要来聊耳机啦 就是他 Shure 的 IONIQ 4 号 这 IONIQ 4 号呢 算是 Shure 比较新的耳机 那他这一次呢 推出呢 也跟往常一样 就是这样 3,4,5 样子把他拍上来 那我手上的呢 就是他刺旗舰 4 号 那这个耳机呢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他的线不太一样 为什麽呢 其实他原本的线呢 不是这个样子 Shure 的线呢 一直都是比较硬的 只是呢 我觉得那样戴起来不舒服 所以我就把他换成 BGBP 就是我那一支搞丢的蓝牙耳机 我还是没有找到他 我只剩下他的盒子跟他的线 把他的线呢 换上去这样软软地戴起来比较舒服 不过呢 对声音影响倒是没有很大 就是一个 比较中性的线 你经验上就是 买耳机送的线就是这样的声音 那今天呢 我要来跟大家聊什麽呢 两件事情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耳机 他听起来到底是什麽样的声音 那搭配上该怎麽搭配 那再来第二个呢 就是很多人关心了 这耳机到底值不值得买 买下去呢 需要注意哪些事情 我必须说呢 SHURE 的耳机其实都蠻值得买的 可是 买了之后才是你苦难的开始 为什麽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他吧 开始之前呢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铃铛打开通知 按赞加分享 你对这耳机呢 还有什麽问题呢 下面留言我们再来讨论呢 其实呢 耳机又跟音响一样 那搭配呢 都是很麻烦的 绝对不是说什麽 买一个播放器就可以轻松搞定了 所以 我们往后也会再多聊一些 关于耳机搭配 耳机聆听的一些重点 不过今天呢 重点还是就放在这支耳机上 当然 如果你还有想听什麽样耳机的主题 不要客气 下面留言再来 好好的聊聊他 那当然记得留言的时候 陈寗你好棒 这是必须的 那我们就开始了 这Shure 的耳机呢 其实最早最早接触的时候呢 是我高中的时候 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 我高中的时候呢 班上有几个喜欢玩耳机的朋友 那个年代是一个美好的年代 因为耳机呢 2000 块就算很贵了 像我用的 是这Sony 的 1888 就那支很经典的生物证模耳机 那支呢 我记得也是两三千块 那我那个朋友 他用的这Shure 的 SCL2 那也是两三千块 我们班最贵的 最贵的耳机呢 就是铁三角的 CM7 泰 四千块 你看 以前四千块就有好耳机了 现在四千块 连入门都谈不上 你看那EKO OH10 那入门版的 这多少 六千多块 所以呢 以前玩耳机真的美好 不过以前玩音响也是这样 以前呢 B&W 的那个 801 一对 只要十万块就可以入手了 那个 大家把他捧得高高的 价格吵得高高的 Roger 35a 也是两万多块就可以买到 现在真的是同棚的太厉害了 不过呢 这Shure 耳机 虽然说 这十几年来呢 价格一直疯涨 但是呢 他的这个 我必须说有两件事情呢 倒是没有变化太多了 第一个是他的价格 虽然价格感觉涨很多 可是相较于其他那些价格很变态的耳机 什么四万块五万块 还有十万块的耳道式耳机呢 Shure 他依然是维持他的旗舰只要一万多块 我觉得这很佛 真的很佛心 因为呢 他的这个旗舰的耳机 其实不用说旗舰 从这四号开始到旗舰的 你只要把他推好 其实他的表现呢 是不输那些五六万甚至十几万的耳机 甚至在一些比较 算是均衡的表现上呢 还是胜出的 所以呢 Shure 几乎非常喜欢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的 这个声音表现 从以前到现在呢 其实Shure 声音变化没有太大 主要的变化就是像我常讲的这些音响 那这个从旧式道到新世代的差异 就是那种什么解析更好 分离度更佳 那这些呢 是因为材料科学眼镜的关系 所以呢 在做新耳机的时候呢 还可以利用新的材料 然后做出一些过去打不到 比如说 像这Tannoy 这Tannoy 以前他的响应频率最高可能就是要22k 或者是呢 到这个H1世代的时候达到28k 可是呢 他到GR的时候呢 他因为材料科学眼镜的关系 所以他的高频呢 就可以冲到45k 直接超越这一颗超高音 所以呢 新世代的喇叭呢 绝对有他的可取之处 这里也再次跟大家讲这观念 就是千万不要去相信人家说什么 某个品牌换新的之后呢 就失去他的味道 我们还是就是论事 那个什么 失去他的味道 其实常常都是因为没有完好的缘故 比如说像B&W 很多人都说新的B&W 没有以前的味道 那以前什么味道 就是糊嘛 他的声音的高频没有那么亮 新的呢 他钻石高音跟新的中音声音变得解析比较高 你就说他是没有过去的味道 这样子公平嘛 他的音场还是一样大 动态还是一样大 解析变好 你就说他不是以前的B&W 这种我是觉得 还是旧事论事 就是你喜欢旧的声音就玩旧的 但是我们也不必要去说新的就不好 都有喜欢的人吧 那我们来讲这Shure的耳机 其实Shure的耳机呢 现在新的跟旧的呢 也是这样的差异 以前呢 在那个 比较旧时代的时候 Shure的耳机 他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呢 就是他的动态大 听起来像B&W 他的那个音场 还有他的声音的力道 还有他的那个整个声音的颗粒感 那种冲击感真的是很足 跟 什么铁三角 然后Sony 那种比较日式柔美的声音不一样 声音比较直接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Shure的耳机 其实他本来做监听的耳机 你看他的带法就知道 他的带法呢 跟 好吧 应该这样讲 对现在的年轻朋友来说 现在这耳机这种带法才是主流 可是呢 在以前 这种耳道式耳机都不是这样带的 不好意思 他缠在一起 还要这样带 就是你带进去塞进耳朵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个线要从这耳朵后面绕过去 这个带法呢 以前是歌手才会这样带的 就是 在带这种Shure的耳机的时候 他必须绕过去 这样比较不会掉吧 比如说又唱又跳的时候 他才不会掉下来 但是呢 像那什么 铁三角 或JVC 那种 那种木头的那个 耳道式耳机 他就不会这样绕到耳朵后面去 他就是 就是直接直直的一根这样插进去 像这样带着 他就比较容易掉 但是呢 现在因为这 这以前 这是监听的耳机设计 所以这样带 现在呢 就变成大家都这样设计 但是呢 整体来讲 就是因为以前Shure就是做监听耳机的 所以他的声音呢 会比较偏向我所谓的就是 缺乏音响性 充满 说错了 缺乏音乐性 充满音响性 就是以前比较有这种感觉啦 可是后来长大才知道 那是因为Shure的耳机不好推 所以没推好的话 音色初步来就缺乏那个音乐性 但其实呢 在以前听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 那再加上呢 以前的Shure的耳机 如果没有推好的话 他的解析就比较差 所以呢 很多朋友就去追寻一些 比如说解析比较高啦 是高音比较亮的耳机 那后来呢 到了现在这个新的Alonik 4 之后呢 他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这Alonik 4 呢 他的这个 单体呢 他用的是圈铁混合 就是同时裡面有动铁 裡面又有动圈 那以前有拍过影片 有讲过动铁跟动圈呢 他是两个工作原理不一样的 耳机单体 动铁通常声音会比较灵敏 他的高音呢 细节会比较丰富 听起来就有点像是气动式高音 就 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那个StoneArt的喇叭上面用的那个 气动式高音 像亮的声音 高频细节 非常的丰富 可是呢 低频的力道 就是少了一点 也没有办法给你整片整片的低频 而这个动圈呢 他的声音呢 就相反 他的声音呢 非常的宽松 低频呢 非常的有力 而且量很足 可是呢 他的中高频的细节就没有办法那么丰富 所以呢 圈铁混合呢 现在算是一个耳机的主流 就是他同时呢 给你动圈的这个 比较宽松啊 比较厚实的低频 那同时呢 又给你这个 动铁他比较细腻的高音 有点像是现在不是很多那种 喇叭 那上面都可以用气动式高音啊 那这样就解决那高音细节不足的问题 现在耳机也这么做 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设计我很喜欢 你可以看我过去的影片 几支呢 我觉得很棒的耳机都是这样圈铁混合的 可是呢 圈铁混合有一个缺点 就是他比较难推 所以呢 以这个Ioniq 4 这种耳机呢 你要把他推好 像我之前用那个Sony ZX507 那种随身听呢 是不够的 甚至呢 你现在去看一些随身耳阔 像我前阵子 去那个 就展览的时候听了一些很贵的耳廓 现在耳廓小小一台播放器 可能就五万十万这样子 我真的觉得 吃电池的 机器 他的这个动态 还有他的推力还是不太够 像那样的机器在推这种圈铁混合 或者是 多单体的耳机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声音分离度比较不够的问题 所以呢 为什麽我之前会说出门的时候耳机还是用简单一点 好 就是像你看我会推荐大家带出门的 什麽EKO的OH7 OH-10 那都是比较单纯的耳机 就是因为他比较好推 你用一个随身的机器就可以推好 可是像SHURE 这种耳机呢 你真的要推好 用那种 目前我还没有找到可以好好把他推好的机器 通常我现在可以听到他比较 发挥个 九十分以上的呢 都是像这种 AURALIC 的播放器 这台ARIS 没有耳廓是VEGA 或者是 Accuphase 的前级 这种机器呢 他能够把他的整个声音分离度把他推出来 那 这个声音是怎麽样的呢 我们用几首歌来讲 第一个我们先讲人声 人声呢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杜月桥 苍木麻衣的杜月桥 杜月桥这首歌呢 展现两件事情 第一个呢 是高音的细节 因为他在伴奏的时候呢 有一些日本琴 或者是一些流水声 那这都是属于高频的细节 然后 苍木麻衣的声音呢 他在拉高音的时候呢 这就可以展现一个人声的圆润感 那在这个Shure 这支耳机就是这支耳机的表现的时候呢 他有几个我觉得很棒的 第一个就是他的高频细节 他的高频细节呢 并不会亮到说让人非常无法接受 现在很多朋友在玩这个耳机的时候 他会追求一个非常亮的高频 可是呢 那样子其实我认为是不耐听的 就是你没有办法听很久 可能就是听个两首歌 觉得很舒服啊 这个就是爽啊 但是呢 你真的要说长时间听的话呢 不舒服的 可是呢 Shure 他所展现的高频呢 就跟音响 这种音响的感觉非常像 非常舒服 非常圆润 他是一个圆润中 但同时又兼顾细节的声音 就是听起来很顺 那那样圆圆的很舒服 那声音真的是一种非常漂亮的圆润的这样子 把他画个圆圈那种感觉 可是呢 他的所有的高频细节 又都保持在 这种听起来就很舒服 可是呢 这种表现呢 其实很多耳机都做得到 比如说像我之前说的这个Eco OH-10 你就可以做到这样的表现 但是他补足了 Eco OH-10 所没有的 就是他的低频动态 比如说呢 他可以听这个 变形金刚 他那个低频出来的时候 他的那个力道 还有他的那个量感 真的 就是给你大片给好给满的低频 可是呢 Shure 毕竟是Shure 他的这个低频的那种力道 还有解析呢 同时又可以兼顾 所以呢 你说不管说我今天要听什么声音音乐 不管是女生也好 或者这种比较独咒也好 或者是这种大动态 这种脚响大动态呢 Shure 都可以展现得很好 可以给你一个非常像是在听音响的感受 你说我今天用个 B&W 喇叭 听着大动态 或者是听个菜琴 都很好听 这Shure 就是这样的感觉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像音响的耳机 不亏是这个做耳机的老牌 其实很多朋友问我说呢 新厂商跟旧厂商差在哪里呢 其实新厂商他很创新很赶充是没错 可是呢 他在一些这种音响的know how 如何把这声音做得好 还有声音如何可以贴近现实呢 真的还是一些老厂做得比较好 那Shure 就是一个这样的品牌 可是呢 这Alnick 4 呢 他有没有缺点 有的 他在展现这人声的时候呢 他的那个 男声 女声还好 因为女声的声音本来我们比较不会追求他的厚实度 除非你听蔡琴 可是呢 如果你听男声的厚实度的时候 他的表现就比较差一点 比如说呢 像我们用这个Alnick 4 听那个福山雅治的Zero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心 即之王的时候呢 他的那个心的那个 喉咙出来的那个非常厚实的那个声音 那个冲击感呢 就比较没那么好 他没有办法展现出很厚实的声音 所以 我们就可以想见 你用他听什么会不适合呢 比如说像 Not King Cole 或者是这个Louis Armstrong 或者是 这个Annie Ford 这种声音属于比较厚实 比较 润 然后你要有那个中频的力道的男声的时候 听起来就会比较不舒服一点 其实也不能说不舒服 就是他没有习惯那种声音 你看我平常听的喇叭都是什么喇叭 Tanoi B&W ATC 都是一些声音比较厚的喇叭 所以在我听他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这个力道真的是不够 所以呢 如果说你今天听的音乐 你比较追求的三频分离度好 然后 动态呢 这力道要够 那高频呢 要圆润 但是又比较太亮的话 那Shure 是很好的选择 可是呢 正如我刚刚说的 Shure 这支耳机 那有一个很麻烦的就是他要推好不容易 如果你没推好呢 要不就是缺高频 要不就是缺低频 要不就是缺三频分离 很麻烦的一支耳机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今天出门呢 就是听点这个 比如说动漫人声 你就是都听这个唱歌的 那麽呢 你在选这个播放器的时候呢 我会建议你戴着耳机去试 你先买耳机再去买播放器 那先买播放器再买耳机 这个就救不了你了 通常喇叭也是这样 我都会先说先买喇叭再买扩大机 因为喇叭呢 他跟耳机呢 还比他决定了80%的声音走向 那剩下呢 我们把这个耳机呢 带去选你的播放器 如果你听人声呢 我建议你选那种高频比较润 比较圆润 有一些最近有一些播放器呢 他可以启动那个真空管 真空管的模式 那真空管模式开下去声音比较润 觉得比较适合他 如果说呢 你喜欢那种低频冲进力道大的呢 那麽就很简单 你找那个推力大的 推力大的播放器呢 就可以把他的这个 整个低频三频分泌度把他推出来 你说 真的我今天就是想要把这个SHURE 的耳机呢 把他的这整个声音呢 展现到极致 就是 声音也好听 音色也漂亮 我听这小提琴 这个 这这个这种 这种 这种声音呢 可以展现的 哇 这细节的声音的音色 还有他的每一个颗粒都很清楚 你想要展现出的表现 可是呢 你又想要听这个 这种力道 这种出来的感觉 那麽呢 我会建议用这种桌上型的系统 不管你是 买个AURARIC 的 VEGA Otel 在直接插他的耳机孔 或者是更少一点买了 Accuphase 的前级 Accuphase 的前级是很厉害的 因为 每一代的Accuphase 前级 他都会强调他的耳机线路呢 都是有特别设计 那大部分呢 他都会直接把 这个前级放大 或者是裡面的唱头放大呢 直接拿去推耳机 所以Accuphase 前级的每一代 他的这个耳机推力都很大 之后呢 我已经买了一支这个HD800S 就是神埃色的 到时候测试 我再来跟大家讲 这个耳机呢 用这前级推 到底要注意哪些事情 还有会什么表现 所以你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你才可以 即时看到这些影片 那用这种 比较属于桌上型的系统 然后用吃这个试电的系统呢 来推这耳机的话呢 才能够把他的这些表现 把他完全展现出来 那很多朋友听到这里就会说 这耳机才几千块而已 这么几千块 甚至一万块 因为你买到五就一万多块 这样的耳机 然后弄这种十几万的机器来推 合适吗 这个时候呢 我必须要请各位 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我麻烦你 多看一点音响的玩法 很多在玩耳机的玩家会说什么 耳机的这个预算是80% 然后10%的播放器 10%的线材 那我会说呢 这个是没有钱的玩法 才会说什么80%玩耳机 但实际上呢 你用真的用这种方式来玩耳机 对任何一支耳机来说 都是在侮辱他 因为呢 耳机这种东西呢 他之所以会卖这么便宜 纯粹是因为他的价格就是这么便宜 他如果今天这序尔给你卖十万块 你会买吗 不会 可是呢 你说真的要把他推好 必须要花很贵的机器 才能够做好 这可不可能 可能啊 你看看那ATC的喇叭 那一对SCM7 价格就是四万零九百 可是呢 推他的扩大机 随便都是十万起跳 那为什麽呢 就是因为那喇叭不好推嘛 所以 你今天要推好那喇叭的时候 你需要很好的扩大机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喇叭 比如说什麽 Karma Tannoy 很多人在推这些喇叭的时候用什麽 FM Acoustics FM 的机器一套就是一两千 不用一两千万 一套就是快一千万 然后呢 拿来推一个可能连一百万都不到的喇叭 甚至更离谱的 拿FM 的机器来推这个 LS35 这种人都有啊 那你问他为什麽 他说因为用这样的机器才能够把这喇叭推好 所以呢 有的时候呢 问题是在机器太贵喇叭太便宜 不是那个喇叭值不起这个价格 而是呢 他价格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呢 如果你一直觉得说 奇怪 有一支耳机呢 明明感觉应该很不错 可是为什麽 我用什麽样的播放器 什麽样的 DAP 去推总是推不好 那麽 我会建议你 有机会呢 找个比较好的桌上型系统 把他插下去 有时候呢 你会发现你真的误会这支耳机了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裡了 这耳机呢 真的要玩下去呢 其实就跟这个音响一样 都是水很深的东西 所以呢 之后 我们再来多聊一些耳机的话题 那当然 如果你也有想听的关于耳机的话题 或你一直搞不清楚的问题 欢迎下面留言之后 我再来回答你 当然你如果要问这个问题 记得先留言陈寗你好棒 这样子 看得比较开心 那最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铃铛 打开通知 按赞加分享 如果你很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下面 可以直接加入我的频道会员 频道会员裡面呢 会讲很多东西 包括一些我在 工作的一些心路历程 一些人生的体悟 还有一些玩音响耳机呢 比较深入的话题 都会在频道会员的影片裡面 来谈这些东西 那另外呢 也感谢所有频道会员的支持 我们的影片越做越好 你看现在有字幕啦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你很喜欢我的影片 也想要支持我的影片做得更好 欢迎加入我的频道会员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是彩宁 我们明天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